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Fiona的老师邀请我跟Fiona妈妈到她们学校跟老师进行一个一对一的家长会 沟通关于Fiona的学校的表现 关于我们教育孩子中的一些困惑 一些疑问的解答 之前有很多网友想让我说一下关于美国教育方面的话题 比如说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选择 这一块我们会做很多的功课 所以我不太敢去触碰这个话题 我担心我会去误导大家 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误导 后果会非常严重 如果我在做一些美国生活小常识的视频中犯了一些错误 其实没关系 你来之后发现说 这个跟Fiona说的不太一样 这都没关系 但如果我在教育方面传递给大家错误的讯息 我会觉得非常的愧疚 这是一个严重的行为 所以我不太敢去触碰这个话题 在我还没有获得我认为足够多的知识 跟经验之前 但是今天我有另外一个发生在Fiona跟Lucas学校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从这个故事中也许大家可以了解到不一样的讯息 关于美国的工地学校或者是私地学校 好 我现在先去开会 晚一点和大家讨论这个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接到弗洋娜放学了是不是啊 今天的学生开心吗 不开心 不开心啊 为什么不开心 在开始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之前呢 我更想分享一下 今天在跟弗洋娜的老师 开家长会的时候 他用他们蒙世教育的理念 传授给我们的一些关于育儿的经验 可能我想要分享的这些 大家已经知道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相信还有更多的 看我视频的观众他不知道 那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知道 第一点就是 他反复的在跟我强调 要尊重孩子 特别是不要强迫孩子 去分享一样东西 比教他分享更重要的是尊重他 他说像弗洋娜这个两岁的年级的孩子 甚至是到卢卡斯这样四岁的孩子 他们都非常有自我的和物权的意识 就是当他们在玩一样东西的时候玩具 或者他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非常非常的专注 如果别的人想要打断他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想要拿走他正在玩的这个东西 我们不应该要求他去分享 而是应该让企图打断他的人 或者是企图拿走他物品的这个人 去等待 等他完成了之后 再去用这个东西 或者是再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其中就是一个尊重 一个培养他们的专注度 还有一个就是培养另外一个孩子这个秩序 所以他们盟式教育 或者是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盟式教育特有的 但这是他老师今天跟我说的 过去就是 我们一直在说 Lukas你为什么不懂得跟妹妹分享 包括我在前面的视频中提到说 Lukas不愿意跟妹妹分享他们的临时 那我惩罚了Lukas 其实他老师就跟我说 不应当是这样 就是如果 这个东西只有一个 两个孩子要有个先后顺序 谁先用这个东西 那后的这个人就要去等待 等前面一个人完成 这个是对前面一个孩子的尊重 也是建立他们相处的一个秩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其实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是非常有控制欲望的 他们想要去掌控一件事情 或者是他们想要去掌控自己的 所做的事情的走向 那他们不希望你强迫他做一件事情 或者是说他们不希望 他们对这个事情没有控制感 比如说我们通常要求孩子做一件事情 但是可能会遭到孩子的拒绝 有很多时候他们在拒绝你的时候 其实他们并不懂得 他们是为什么拒绝 他只是习惯性的这个孩子的自然反应 他就不想要顺从你 这是因为他自己想要掌握事情的发展方向 他这种控制欲在隐隐地作祟 但是他又不懂得他这个年纪太小 怎么去做下面的事情 打个比方说你让他去餐前去洗手 你说Fiona吃饭呢我们去洗手吧 他很自然地就跟你说No 其实他并不懂得自己为什么拒绝你 他只是觉得他不想要顺从你 因为这是他这个年纪的心理的特征 他想要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情 按照自己的时间节点 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事情 我不想你一叫我去洗手 我就去洗手 这是很正常的 这个年纪的孩子 普遍的一个心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应当去强迫他这件事情 而应当给他选择 但是这个选择还是在引导他去洗手 比如说你跟他说Fiona 那你是想到楼上的洗手间去洗手呢 还是在楼下的洗手间洗手呢 你是想让爸爸去陪你洗手呢 还是想让妈妈去陪你洗手呢 你给他一个选择 他就会觉得他对这件事情有控制 他控制了这件事情 我想怎么怎么样 我想爸爸怎么样 我想妈妈怎么样 我想去楼上 我想去楼下 他这种控制的欲望得到了满足 他就会顺从你 他可能会选一个说 我希望爸爸带我到楼上去洗 那实际上你的目的也达到了 他的这种控制欲也达到了 那你跟孩子的相处 就少了很多的矛盾 那相反如果我们不懂得 孩子的这种普遍的心理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你这是一定要做的呀 吃饭一定要洗手的呀 要安全呀 要卫生啊 要一堆大道理 其实他也不懂 他只是觉得说 我这个时候就不想顺从你 我想控制一些东西 只是他又不能形容他想控制什么 这是他们这个年纪普遍的心理 那我们知道这一点以后呢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用引导的方式 满足他的控制欲 进而达到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好 以上就是我针对今天 肥尔娜老师 告诉我们的一些育儿经验的分享 希望对同样有宝宝的家长 有一定的帮助 那下面呢 我就想讲一讲 上个月发生在卢克斯跟肥尔娜学校的一件事情 让我对美国的学校的一些新的认识和看法 上个月的24号凌晨 很晚很晚 大概一两点钟了 我每天都睡得很晚 我突然收到我的Gmail邮件 是一个我不认识的联系人发给我的 我就打开了这封邮件 结果好长的一封邮件 因为它是连续的转发 一个人发了邮件 就原始的邮件之后 被另外一个人转发之后 附上自己的邮件 连续的转发 这封邮件很长 我差不多花了三四十分钟时间 才把整个过程给捋清楚是怎么回事 简单的来说 这个事情就是 Lukas和肥尔娜学校的 A洞的一位老师 一位女老师 她的前夫或者是她的前男友 因为跟她之间的感情纠葛 一气之下开车 跑到学校门口来 用自己的车 撞了这位老师的车 结果警察来了 三位警察来了 把这个男女带走了 暂时的拘捕起来了 这件事情本身其实 并不是一个大事情 也没有对学校和师生的安全造成任何的影响 但是他们学校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上面 我觉得是非常让我本人很失望 也让所有参与转发这封邮件的家长都非常失望 有些家长甚至用了很重的字眼去讲这个学校的这种做法 他们的学校在第一时间并没有告知所有的家长这个事情的真相 就是这个前男友和前夫故意去撞这个车 损坏这个车 去发泄自己的愤怒 而是企图让大家认为这是一起事故 交通事故也好 或者是不小心发生的事故也好 当真相被一个家长知道之后 直理是包不住火的 所有的家长很快的都知道这件事情 那有一些家长就非常非常的愤怒 特别是这封邮件的最后一个转发者 他说我女儿就在涉事老师的这个班里面 他说我女儿这个星期就要转走了 本身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要把它转走 而是因为我要让我女儿上我自己母语的那个学校 他的名字看起来是中东人 或者是反正是小鱼种的那种语言 他把他女儿长到那个学校去了 但是呢他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失望 因为他认为学校误导了大家 学校没有披露真相 Lukas跟Fiona上的这所学校 Laport School是私立学校 那美国的公立教育在很多州都是从Kindergarten开始的 Kindergarten之后才会有公立的免费的学校 之前呢就是像幼儿园都是私立的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生活着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人 像这个想把自己女儿转去他母语教学的学校的人 就是恐怕来自中东或者是欧洲的一些地方 那我今天想在视频里面不仅分享关于美国的学校 或者是教育方面一些我的心得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看这些不同的移民 他们在对同样一个事件的不同的看法之后得出来的我的一些想法 像这个来自中东的嘛 我就姑且认为他是来自中东的这个家长 他发表这篇可以说是文章了这个邮件 就非常非常有条例 他一共六个观点 一二三四五六 他把它罗列出来 那具体的观点我就不说了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 他非常有维权意识 他其中有一句话讲得非常非常好 他说作为一个父亲 是我的责任 是我的义务 是我的权利去替我的孩子判断 他是否安全 而不是学校 学校不能替我判断 说没事这个事情已经平息了 人已经被抓走了 所以就不告诉我这件事情真相 他觉得学校极大的侵犯了他的权利 那我觉得他们很有这种权利的这种意识 他们不仅关注事情的结果 他们同样关注事情发生过程中 自己有没有参与到 自己的责任有没有承担起来 自己的权利有没有受到损 录到一半 Lukas跟弗奥娜回来了 带他们刷牙准备睡觉了 但是在睡觉之前呢 我跟Lukas要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今天有一位YouTube网友 给我留言说 他儿子四岁生日今天 他儿子也叫Lukas 然后他的中文名叫渠驾成 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在视频里面 祝他儿子生日快乐 当然可以了 这个愿望一定可以满足 对不对Lukas 你想说中文还是英文的 中文 中文 好你说 祝驾成祝你生日快乐 祝驾成祝你生日快乐 对你说我也叫Lukas 我也叫Lukas 对然后你还可以跟他说个他的英文名字 他也叫Lukas 你说Lukas Happy Birthday Lukas Happy Birthday 声音大一点不要害羞 Lukas Happy Birthday 对你说等我生的时候我就也是Lukas Happy Birthday 对不对啊 你说我要去睡觉了 屈驾成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他住在这里是不是 他不住在这里但他可以通过这个看到我们 他住在哪 他住在中国 好了你说 屈驾成生日快乐拜拜 我要睡觉了 屈驾成拜拜 我要睡觉了 去吧 妈妈回复我 你说你过来看我 好他回复的时候你看 Go Goodbye Goodbye 刚才我请Lukas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本能的反应是No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他们本能的反应 然后我随后紧接着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希望用中文跟他讲生日快乐 还是希望用英文跟他讲生日快乐 他就立即选择了中文 所以其实他是不想拒绝我的 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这种控制欲 不想顺从你 他就会讲No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了 菲尔娜老师讲的这个逻辑的案例 刚才捋了一下片段已经16分钟了 我在国内的平台上传有时间限制 所以现在必须长话短说了 除了维权的意识之外 有一个家长也提到了说 学校在应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除了不诚实不道德之外 说话的方式和措辞也让人不能接受 比如说学校的代表律师 在后来这件事情被很多家长知道了之后 去写信 像公开信一样去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措辞 就让这位家长感觉到非常心寒 他形容说 As a company 就是他说他们学校 就是作为一个公司 他们学校怎么怎么样 那这位家长就说 这个让他非常的不能接受 大家都知道私立学校就是盈利性质的学校 不像公立学校是接受政府拨款的 不盈利的 那私立学校肯定是赚钱为目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你还去强调自己作为一个公司的这样一个身份 就让家长觉得你的定位 或者是内心的这种宗旨 很让人不舒服 那这里我就觉得 国内的一种普遍的认识是 美国的私立学校一定比公立学校要好 其实我更倾向于去这样解读 美国大部分的私立学校比大部分的公立学校好 你不可以说美国所有的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好 其实美国顶尖的公立学校 或者是好学区的公立学校 要比大部分的私立学校要好 盈利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学校想赚钱也不是一件坏事情 因为无论各行各业 哪怕是学校也是一样 只有有了利益 才能驱动人们去更好的做事情 有了利益才能够让人们更加尽职尽责 作为一个学校你想要赚更多的钱 你就必须提供更好的教学质量 更加具有竞争力 你必须去招募更好的老师 为老师提供更优厚的待遇 这样形成正向的循环 才能够收更高的学费 才能够更有利润 那这是无可厚非的 学校为了赚钱 为了利益 这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他在这个时刻 强调自己这样作为公司的一个身份 让人还不能接受罢了 所以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 或者是学校这种措辞 而丧失完全的信心 说我们就要把孩子转学或怎么样 我们依然非常认可 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 我跟阿果非常喜欢 Lucas跟Ferona他们两位主教老师 那我觉得跟这两位老师的过程 非常的愉快 我很认可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 或者是他们教育的一些方式 所以我依然让孩子们继续待在这个学校 另外想要分享的就是 美国的公立学校是有政府评级的 是有官方打分的 十分九分八分这样 但是私立学校是没有这样一个官方的评判的 大概都是第三方的机构 或者是一个民间的口碑去宣传 说哪个私立学校非常好 哪个私立学校不错 这样 我觉得选择学校不光要看学校 更重要的是看具体带你孩子的那位老师 这个有时候比整个学校的评分也好 口碑也好更加重要 你一定要亲自去跟这个老师沟通 去跟这个老师交流 看看他跟你的理念是否一样 看看他具体做事情的这个形式顺者 或者是沟通方式 你是否接受你觉得是否适合你的孩子 那如果这个学校很好 但是带你孩子的那位老师 我们不是说不好 但可能不适合你的孩子 那其实即使这个学校最好 全美排名第一 又能怎样 对不对 我觉得还是具体要看 落实到你孩子身上的待遇是怎么样 所以关于孩子上私立学校 还是上公立学校 其实没有一个定论 只是看哪个学校 具体到哪位老师 更适合你的孩子 那我们身边就有例证 我们地产团队的圆秋跟Gym老师 他们两口子都非常的优秀 而一位是保送博士 他是没有去读 另外一位是博士毕业 现在在做生物研究 非常非常的优秀 一直是我们学校的妈呀 他们的两个孩子都非常棒 上的都是公立学校 其中好像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前段时间还破了校时的记录 什么记录呢 就是用最轻重量的木材 做一个古桥 然后这个桥可以承受最大重量 这个桥的自身重量跟承重的重量比 破了学校的记录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纠结 或者是不用断定 一定要上司机会 一定还有功力 真的是要具体案例 具体分析 事情的最后迫于这么多家长的压力 学校辞退了那位设施的老师 那家长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说这个人只是暂时被拘捕 他很有可能出来之后 继续发泄怒火 在美国这个枪支自由的国家 他如果拿到一把枪冲到学校园去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没有办法 这位老师虽然他是无辜的受害者 但是他必须要离开这个人 为了这个学生的安全 学校后来也升级了他们的安保措施 请了专门的这个警卫 好吧 这就是发生在Lukas跟Fiona的学校的一个小故事 今天的视频时间一点超 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 明天见